第十四集 第十四集 今集仍然是我和Victor陳志豪 雲諾琪就好像去了哪裡 偷懶,去了台灣度假 去了台灣看看別人怎樣選 對,他明年都積極考慮 不是喜歡我吧 不是,失色的 可能會追殺你 不過他屬於什麼 即是屠軍行派未必會追殺這些泛民 是長毛派,叫長毛助理 你說是任良憲派 你這麼多派我都分不到 終於寫文年 就很多派 剛剛好像Victor去了一些活動 是呀,下午才去完 聽機哥講座在POLI 然後晚上又再訪問機哥一次 下午的講座關於什麼 嘩,精彩,聽眾沒有去到POLI,不要緊 今晚聽到我們節目不一樣 就是講市區重建 肌哥講到很有火 下午的時候 其實肌哥你覺得我們香港現在市區重建 主要是面對著怎樣的問題呢 當然舊區重建通常有三個方向 一個就是清拆舊的起新 第二個就是保育 第三個就是維修 現在我們集中講是怎樣處理舊區 現在政府處理的基本 你看看以往,我先講拆舊的那種 保育和維修是另外一件事 拆舊區重建 找到這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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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這個不行,夠了 或者是你不拆它 可能更大件事 以往來說 他選一些經濟又要行的 所以經濟又要行的 意思是 如果拆舊區重建 那些樓可以賣回某個價錢 所以在九七之前 回歸之前 從土地發展公司去選 簡稱那些都是盤滿盤滿的 九七之後 就說明不必要一定賺到錢 總之你能夠持續發展就可以了 即是黃區一定是黃區 現在他說 你可以持續發展就可以了 而所謂持續發展 我政府給你一億 後來就再借多一百億給你 你以後就不要再找我了 但那百億說明借了還 所以某個程度上 他都要想起碼要接付盈威 甚至賺到錢 我賺到很多錢 他們現在肯定可以持續發展 但在舊區重建 特別是持續發展 在我們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 這個想法完全不同 第一 你舊區或者重建 重建 你面對兩件事 一個就是硬件 即是舊的大廈 第二個就是大廈裡面的人 網絡 那些人包括住宅的租房 或者是業主 和地下的店 你清責重建之後 在現在香港的做法 總之就是打散了你 店鋪的給錢來 麻煩你走 樓上的又給錢來 麻煩你走 但給那筆錢是基於什麼標準來給呢 即是配上 如果你是租客的話 他有一個搬遷費 就加 即是符合資格 給搬遷費 加一個最近的 你這個區的公屋的安置 如果你是店鋪 分開 如果你是租客 他就按那個 租客的生意 某一個比例 賠償給你 如果你的業主 他有一個公式 就按那個公式賠償給你 如果你是小業主 上面樓上的小業主 是住的 他就會按該區七年樓零的樓價 沒有賺錢給你 所以他所有的舊居重建 就是我希望你走 走完之後 就把舊樓的地再建 通常舊樓就是七層到十層 一建起來就是三、四十層 到目前為止 多數都可以賺 問題是賺完之後 那些人就四分五裂 走在不知去哪裡 第二就是建了一床樓出來 由原本的十層八層 變成三、四十層 突然間就是周圍 都是十多層的樓 突然間飆了一座 特別貴一點 三十多層 完全不夠協調的樓出來 那麼很簡單 拆完樓再建三、四十層 來頓頓都三、四十層 我意思是他就問你 究竟重建為甚麼 你拆完樓 趕走所有人 那些人去哪裡 但現在的賠償 剛才你說的四進方法 算不算合理 他們能夠賺錢 能夠在同區再置業 假如你說七年樓齡 用今年計算是03至10年 問題是現在樓價升得很貴 你用過去七年的標準來看 買回現樓也未必足夠 現在同區的七年樓齡 現在在深水埔區 我用深水埔區做例 大概是03年落成的樓 現在賣多少錢 他就用這個價錢 如果照計一刷 譬如是三、四十年去樓齡 賠回七年樓齡 照計應該有賺 應該可以在同區 可以再買回二手樓 應該可以住 因為他通常由定價和補給你得到錢 他有時間差 即是如果你是快的 可能今天宣佈 你立即賣成樓給他 他都有三、四個月的時間差 如果你跟他倒數 咬一下 最長可以差到兩年 你現在兩年後才賣給他 可能兩年後的價錢又不知變成甚麼 即是換句話 除非你立即賣給他 但立即賣給他 我覺得這個價錢未必適合 因為你就算保溫七年樓齡 第一,深水埔未必有七年樓齡的樓 是 這是一個平均數 還有一個股價 第二 就算你有七年樓齡的樓 那個位置、街 甚至是 深水埔頭和深水埔尾 可能你整個網絡都會不見了 所以你未必願意 最重要就是 通常現在樓價上升的時候 你保的價錢是買不回七年 第二,它是平均數 所以平均數的意思是 你可能住在低層那些 一、二、三樓就可能有著數 而且高層那些就可能是市場底 所以這個又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最原則的問題不是這件事 我覺得作為舊居重建 你不是只看那條街 你想拆那條街是怎樣 譬如這條街 我用深水埔做例 深水埔是一個很特色的區 譬如那些是舊樓 它有很多中小企的小店 它有什麼生意 各行各業都有 你看到深水埔的人 生活得很愉快很威心 很熟悉 又有個很好的網絡 你一拆了它之後 以往的經驗就是它變成高樓大廈 現在它落成了那七個新的區 全部超過賣萬三元一呎 換句話 舊區裏面突然整了玻璃幕牆 三、四層的樓 很漂亮到不得了 等於一個是盧斯萊斯 駛入無屋區 這個不恰當 即是整個輪舍關係 和整個社區的氣氛 都被人打破了不同了 這個變成你那個舊區重建的結果 是沒有為這個區 而這個區是分享不到你重建之後的成果 即是它本來是一個很純樸的小村莊 每個人就日出如間日入儀式 日出如在日入儀式 但突然間有個有錢人過來 建了一幢金碧輝煌的皇宮 好像很不合格 但這些樓不是市建局去建 為何它一定會建這麼漂亮的樓 建豪宅 建豪宅 建豪宅不行 即是在哪裏規定 你不要建豪宅 建一棟棟公屋 建一棟棟公屋 留下屋村商場 安置原區居民做生意 安置原區居民住這棟新的公屋 為何現在政府根據什麼標準 什麼規則而建豪宅 即是好像賺錢成為了市區重建的目的 而不是為了改善區居民的生活 即是什麼時候定了呢 原則是怎樣參考 它沒有定的原則為了賺錢 但你看這個做法 就是因為香港人 幾商業為主的社會 你的文化價值觀 都是可能這樣想 第二就是 當你想舊居重建的時候 你都不是從人的角度去想 你自然從物質角度 第一就是大市場小政府的情況之下 你自然從錢的角度去想 現在全世界都要建豪宅 你為什麼不建豪宅 你到時不要說自負盈規 自負盈規不到時候 你會重大件事 你怎樣向老社交代 老社不是市民 老社可能是政府 市政局要自負盈規嗎 他不是說要自負盈規嗎 政府說明已經借了百億給你 以後就不要再找我了 你還要還 但基哥 現在市政局不單止自負盈規 還賺大錢 現在有錢賺的 是的 大錢賺完之後 他們又會收到哪裡呢 是否又會給納稅人的 還是怎樣的呢 他不用的 他自己決定的錢怎麼用 即是金管局 所以我覺得舊居重建有幾種東西 一你要將一些舊的東西 可能不碰的東西 你要撕走 譬如舊樓是不環保的 舊樓是排放炭太多的 你怎樣透過過程裏 將它環保、陸化、用太陽能 減碳排放 另外一個就是 那些好東西你怎樣去強化呢 譬如我常用深水埗做禮 那些街坊很熟悉的 互相關心的 大家互相支持的 你怎樣將來建好新的樓宇 都可以達至到這個效果呢 第三就是 現在深水埗有很多 是中小企的小店 這裏正正是令到 整個深水埗的市面環境 都是多元化的 就不像中環、金鐘、尖沙咀署 全部都是玻璃莫牆 深水埗好 我買三樓開 買成衣街 然後這裏我小食街又有 鴨魚街又有 那這個你才能夠 給到最多人做生意 給多人請最多的員工 和最多人可以 多元化的一個社區 就會出現到 那基哥你會不會覺得 用一個樓換樓的方式 例如我拆一棟樓 我就建回另一棟樓 給市民可以園區 即是同一個社群 一起搬去另一棟樓 好過直接賠錢給你 會不會是更好呢 會不會就是根本 他不用樓換樓 因為你要自負盈規 那你樓換樓 一堆就賺不到錢 一定要建在豪宅 讓他現在賺錢 所以他們才不要樓換樓 通常舊樓 唐樓是七層左右 就算是有電梯的 都說十四層 但你建了一棟 起碼三十層 你都是多一倍的 可以賣出的地方 我會覺得 起碼第一 那個不應該是蝕本 不應該有蝕本 第二 你應該是整個區去看 譬如每一條街收了之後 建一棟、建兩棟 又建一棟、建兩棟 那區有甚麼改善呢 譬如我們 你看到我們深水埗 另一個情況 就是越來越多老人家 理論上 應該越來越多長者的設施 會不會其實你收了這個區之後 這個區反而就不是真的建樓 可能在社區設施也不一定 建一些長者服務的設備 可以建一些圖書館 令到這個社區 可以多一些聚集的地方 譬如我們社區 甚至是大一點的表演場地 你會不會多一些這些 你可能拆了那條街 未必一定要建樓 應該整個整個區去規劃 第二 你跟房屋處可否有合作呢 現在房屋處只懂得建建公屋 其他地方都不做 然後你會不會房屋處 都可以建一些居者有其屋 可以安置部分受施樓 清拆重建的影響 讓房屋的街坊過去 讓房屋更容易再建建 都可以有部分居屋 甚至有部分公屋 又令到再拆第三個區 那時候 第三個區的街坊 可以搬到第二個區的地方 令到大家都可以 縱使經過重建過程裡面 我都可以原區住回 因為我一直都不明白 為何房委會那些 房屋處不可以參與這個重建 令到市建局要自負盈規 一定是建屍樓 不是豪宅 那為何一定要一頓頓這樣拆 如果整個區一起拆 有整區的規劃 又可以設施又安置 這兩人我一直想不明白 機構想不明白政府 它是分工得來分裂 分工得來不是分工得來 各自為證 分工分裂 政府是有重建但沒有規劃 可不可以這樣說 還有我覺得就算你說 樓換樓的成本上 都不會貴很多 那你本身 你都要賠現金給原本的住戶 那我現在不給你錢 而給你一棟樓 其實中間的差價不是差很亂 但會不會樓換樓 你建在豪宅 搬進來一定是有錢的 原本這班基層又進來住 會否影響我們的環境 會覺得影響樓價 會不會有這個因素 這是政治因素 政府不肯樓換樓 我真的很不明白政府 你不是從人的角度開始 你換走低收入 小業主 換一些較高收入 更加多錢的業主 進來 那些重建是怎樣起法 是否黑商作業 例如我收購了這兩棟樓 事件局拆了它 哪個規定一定是在豪宅 我們居民說 我們想在社區中心 我們可否遞到提案 給成本局或事件局 接納我們的提案 根本是不開放這些渠道 它自己說點起就點起 現在事件局說點起就點起 不過事件局通常畫了規劃出來之後 都會徵詢區議會意見 不過當然徵詢還徵詢 他接受還接受 你不保證 現在他最近推出一份諮詢文件 將來有改革 希望有些地區的諮詢平台 透過這些平台會請一些專業人士 一些分區委員 一些區議員入來 去決定這個社區的 求去重建的一些做法 甚至將來的社工隊 就是由事件局請的 將來也由這個平台去請 但我們也覺得 這個平台始終是第一 全部人都是委任的 第二他還要說明 我是專業主導 所以一定是由專業 那些專家就說了事 街坊、市民、基層的聲音 至於何地呢 你起碼可以說的 決定我對不起 只有他說 我進去那裡 諮詢會又說 即是他聽完你的事 如果他委任你 他委任你 你就進去有份開會 如果他委任你 他也有公開諮詢 到時我問基哥你 叫基哥你幫忙 將聲音反應 進去諮詢會那裡 不過我們參考過其他地方 在英國 歐洲 有個城市 叫做什麼呢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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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諮詢 他要儘詢 他要諮詢 但他諮詢的時候 收購了樓屹未 他要求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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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騙了一百戶 我明白 但政府是根據什麼規則來定下我要重建一區 我最不滿意的就是市政局有這樣的權力和責任去負責市區重建 但這個市區重建的過程又是賺錢的過程 但賺了的錢又不是留在市民身上 而是放在市政局自己 他們是理論上去做多一些舊區重建和保育和維修 但怎樣都會越滾越大 每個貨店都賺錢差不多 市政局的重建是沒有一套很開明的 透明的總值來的 他為何要選這個區就沒有 但他選區的原則都有 譬如你要救 可能維修有問題 或者是多少十年的樓齡那些那麼籠統的事情 但為何要選那條街不選那條街呢 隔壁那條街也是這樣 為何又不選我 又不選我呢 那次碼頭圍塌樓就說 隔壁那條街為何你不拆我 麻煩你拆我了 市政局也有一套標準 但不透明的 有的 有的 但不透明的 但我的記憶就沒有公佈過他 譬如我為何會選擇這條街呢 隔壁那條街只有他又不選擇呢 即是都要估估一下呢 不是我們 他也不可能估估一下 我們估一下 但他不會跟你說出來的原因是在於哪裏 其實他講了出來說我跟對這條標準 為這條街的樓齡普遍都五十年位以上 做說服力 維修又好 即是怎樣維修都花很多錢 不如拆了一層蓄會省一些錢 很多年年維修 又說很殘破 有衛生環境不好 或者密度就太高了 即是如果有一套標準出來 人們會明白原來你因為這樣而容易重建 然後你重建的時候 我們民間又可以遞下一些報告 去參考一下 大家一起談 蓄出來應該是怎樣蓄 就好過他現在就說 不知為何突然說要重建我這一區 可能說我舊是甚麼意思 他沒有了標準 即是他說二十年可以叫舊 三十年可以叫舊 四十年可能叫舊 接著點起我們有沒有參與 點起就是在區議會的經驗 當他決定收到收完之後 他第一個投資都會來區議會問我們意見 至少我記得通州街的 醫局街的重建 他都問過我們兩三次 將來建後會怎樣做 譬如我們曾經批評過 這些樓太密 太高 通風系統不行 都問完我們之後回去收蓋 但小收到小補 譬如你會否有反對說 譬如我不贊成是蓋住宅 我想蓋公屋 不私人住宅 行不行 或者蓋樓人員 你說當然可以 他聽不聽你說 你說可以 但他已經說了 即出來已經有審 譬如那次那裏已經說了 將來會蓋四棟樓 你說我不喜歡 我做別的事 你猜他猜不猜你 根據你的經驗 還有學會的機會 即所謂的諮詢 都是諮詢少收少補的事 是在規劃範圍之內的諮詢 即都不是很正式的 即很重頭到尾的諮詢 還有我知道最近機哥 你對房屋政策很關心 你好幾次在立法會那裏 說要挑戰曾蔭權 其實你想挑戰曾蔭權什麼呢 我覺得他經常都說是大市場小政府 所以在房屋上面 就是他最近的施政報告裏面 去處理住香港人的住的問題 只是提過兩件事 一個就說他拿足夠的土地出來 被人來勾 就可以蓋二萬個私人住宅單位 第二就處理住中層或者自安心 自業有需要的人 我就透過自安心的方法 14年之後就提供一千個 如果真的急需要的話 我盡量做到五千 我們覺得你究竟 你當香港是什麼才行的大佬 即你說二萬個私人地的土地的單位 還要等那些發展商是勾 他勾就有 他不勾 你可以只剩一萬多 甚至個個都不勾的話 你根本一個單位都沒有 還有他勾完之後再興建後 你不知他什麼時候才拿來買 他可能有規定的 即有規定一定要多少時間去買 但有沒有規定他一定要興建中小人住宅 即不准你興建 你可以加這些規矩嗎 你現在他有沒有加人 但他就說明二萬個 二萬個 他又不覺得他快地也要說明 中小免職的 但他怎麼確保二萬個 譬如說如果我興建八百呎或以上 你不興成五百呎 可能只有五萬個 他將它拍地說明有低密度高密度 即現在政府打算在賣地再加多些條例 不是一直都有的 這條例都有的 即你說低密度 你不一定是說過千呎 高密度就可能是說幾百呎 但有這樣的條例 為何近這十年 是說廣鐵的那些 那些上蓋七八成 或者差不多大為名城 100%都是三房八百呎 那當時可能他申請 或者當時如果港鐵的 港鐵的申請 可能當時你政府批了 即是政府批的標準有問題 你一定要批的才按你的批文去 去蓋樓 還有幾時之前要落成 幾時之前要賣出街 那政府規劃就很有問題 我們這幾年經常都說 即市場上不夠 中小型的住宅單位供應 即原來是政府規定要蓋多少 我最大的問題是因為 你說第一 你給二萬個單位來給人勾 你看回以前的數 即是說過往的十年 我們由公屋居屋和私樓加起來 平均每年都有五萬六千個單位 你現在就是私樓加公屋 只有三萬五千 即每年少了兩萬個單位 我也看不到怎樣 你少了兩萬個單位 反而你可以令到樓價穩定 少了兩萬個單位 你令到足夠的單位給人家住 你少了兩個單位 是可以處理到以前多兩萬單位 都解決不了的住屋問題 這個邏輯在哪裏 即是由供應量和單位的 比例政府都沒有掌握 是以民為本 即是讓人可以比較 不要那麼高成本去置業 政府是沒有照顧到的 他自己打自己嘴巴的 他說明 他說的以往我們這麼多年 大概新樓的消化量 大概一萬八千個單位 即是金融風暴兩三年 金融海少一年左右 是樓市跌一跌之外 然後是這二十年都會升 你還用同樣的數目下去 他怎會變成不升 現在還多了那麼多熱錢流入 是嗎 施政報告發表之後 樓價反而還升了 你是不是要跟他辯論 但你看不清楚政府是甚麼思維 大市場小政府 我是不做事的 我少 我還要自己特意做少 但問題現在這個不是大市場 大市場小政府 你這個真是一個自由市場才有意思 自由市場才有意思 是大家可以有足夠的數量 不同的人來競爭 可以能夠參與 才能夠使得市場是一個合理的市場 是 但現在香港的房地產市場 已經不是一個自由市場 門檻那麼高 你根本上交到競爭都高 是寡頭的 是幾個大發展商 已經壟斷了你主要的市場的時候 你交給市場去決定 等於交給幾個發展商去決定 那你又怎樣通呢 你要令到這個市場 真的可以做到一個自由市場 甚至你的規劃 你的賣地的方法 都可能影響結果 我舉個例子 現在我用賣地的數量 譬如我拿一千尺出來賣 我拿一千塊一千尺的地出來賣 我相信你們都可能去拍賣都可以 你都可以拍一個一千尺的回來 你自己找一個職司幫你畫 立即建三層樓你自己的 但如果我一萬尺 我們都拍不到 賣不到 如果十萬尺 起碼要中層的發展商 如果一百萬尺 你一定只是大發展商才有條件去拍賣 所以你拿多少尺的地出來去拍賣 其實你影響了市場又不能競爭 第二個你現在經常說 為何政府最近猛推出地出來 為何越推出市越旺 全部豪宅地 對 看你推出什麼地 我舉個例子 如果我推出地的方式 我第一塊地是屯門的 第二塊地是大埔的 第三塊地是沙田的 跟著是深水埗的 跟著是尖沙咀的 跟著是中環的 你每一次推出來 就每一次一定高過上一次的 價錢 然後你看到原來越來越旺 又越來越旺 一回之後 第一塊地是中環的 第二塊地是深水埗的 第三塊地是大埔的 第四塊地是殘寨的 你就一直跌倒 那整個市ienza又不同了 即一次是市區的 第二塊地是新界的 一次是市區的 那麼那個市 hanno跳來跳去 你看他怎樣推出地 也跟著來的可能性不同的效果 另外政府是很譜划的 假如新界那些赤平均赤价比较便宜地 它一推就很大面積地拿来拍卖 但如果市区的旺地它是小小块 总之一定会将达地卖到很贵 让中小型的发展商不能参与市场 只是大型的发展商才能参与到市场 所以你说这个怎会是自由市场 当这个不是自由市场 你说给大市场给大发展商 这是什么思维呢 为何它批一块地你不能将这一块 你拆开做四五份等人去投标吗 一定要得一份是什么思维 为什么政府会是这么奇怪 它被确保楼市是稳定上升 高地价政策 以我们的角度就是 这令到它只是库房收入又稳定 它达到目的了 稳定上升还是它的楼价 你拆开可以多些竞争 不是更好吗 例如我们去年跟立法会有个团去欧洲 看看人家怎样处理城市发展 河南是其中一个地方 它只是一块地拿出来 我刚才说的例子是河南的例子 它有2000只一块 当然人家的地没有香港那么贵 2000只一块 它是规定你最高在四层楼那麽高 于是大家去拍卖 大家涌到去卖 你去到那个区 简直去到仙境 它有些楼很少是直转转一栋 由楼这边又楼那边 这边穿个洞 那边穿个洞 最高在四层楼 只有两层 但那层楼中间又插了一个平台出来 你只是靓到去到区 你觉得原来这些楼可以起到这样的 一个住户就是一个个人的风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把想法就告诉到那个职司厅 即使你帮他插出来 因为你大地产商已经建设了 五个大鞋全部顿顿顿都一样 但是因为大地皮 只有这五间地产商才可以投资 搞到你一舌车就行了 这些一站的产生 当然另一个再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大地皮才可以买到贵价 例如一至二千呎 你的價格不會超過一萬元呎 即是沒有歐洲 就算是國內 我早前去上海看 上海的樓盤都不同 不像香港一樣 原來香港的大地推出 是想確保賣地的價錢高 一般來說 如果你的地面積足夠地大 你的價錢就貴 除了你蓄足的數目房間之外 你可以所謂有匯所 亭台樓閣等公眾設施 但如果剛才我說 你二千呎你可以做多少 你最多是做後花園 但現在政府說限制發水樓 然後有些地產商出來說 本來樓宇面積是用來蓄停車場 現在不行了 我停車場的面積都會計入蓄樓 可能會令房屋的供應量下降 因為那些下降座位 是用來填補停車場的部分 紀哥你怎麼看呢 如果價值是這麼多 就這麼多 你就可以拿出來買 你如果發覺這個 將來我建一萬漆地 以往可以建兩間屋 現在一萬漆地 就可以建一間半屋 那你便建一間半屋 其實在市場決定買不買你 但供應會少了 會進一步拉高的樓價 政府會推多些地出來 供應少多 就是看你的地多還是少 你總是不拿地出來 還有規定要一年二萬 那你一年三萬可以不可以 我不是很明白 那到停車場小了回來 住宅單位的供應會少了 因為現在在發水樓的情況下 你停車場就發水的部分 那當你現在不給發水樓了 即是原本那些位是用來蓄樓的 但現在計算到停車場那裏 譬如說你的停車場 舉例你可能是三尺乘十尺 那是一個車位來的 那三尺乘十尺 就不計算你起樓的面積 所以你起了停車場 也不計算到起樓面積那裏 現在不可以了 都要計算了 停車場計算到起樓面積那裏 那你便會變成起樓的 同樣一萬呎 以前一萬呎 你另外可以另外一些地方 起停車場 現在一萬呎就要包起了停車場 其實都簡單 沒有人說回所 看樓設施一定要私人地產商建 政府有少許地 是政府建一些公家 看樓設施得到地產商 公家又不同 要自己樓下要有密定一場 要怎樣做豪宅 其實我們就知道基哥 你除了關心房屋政策之外 你對香港的社企那方面 都很留意自己都開了幾間社企 不如跟觀眾介紹一下 老四做不成 因為我們賺到錢 虧了錢都代不了落袋 首先要看社企的構思 當然我不會從我自己 我們開始為何搞社企到現在 那是另一個故事 第一 其實在歐洲 歐美 都已經用社企這個方法 去處理一些社會問題 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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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經過很多次的經濟不景之後 你每一次都會篩一些人出來 第二 因為西方自由市場的國家 出現一個問題 當你運作自由市場 運作的時候 你市場一定要賺最多 成本最少 你才利潤最高 在這種情況下 我舉個例子 如果我要做一隻杯 一個人做就可以了 第二個人我都不聘請 如果我做三隻杯 要三個人 整個城市要三個人 第四個人 第五個人總是有能力 我都不要 那些有能力的人不要 那怎麼辦呢 以往我們通常用傳統的方式 你給失業員作金 你給中援 或者再培訓 叫他做轉行 現在通常最好的方法 不是私事生下精神 違反政府提倡 那你都沒有那麼多職位 市場沒有職位給你 那怎麼辦呢 我沒有工作 於是你現在有個想法 就是說 如果當市場不做那些 我們會否鼓勵一些所謂社企的出現 社企就說他有公共目標 譬如用這個情況 就是公共目標 就是去處理一些失業人士 但是用營運賺錢的方式 可以透過一個公司 養著這班工人 這班工人透過做事 賺自己的人工 養自己養家人 即是基哥你搞社企 就不是為了賺錢 而是為了請多些人為市場 提供更加多的就業機會 是 這個就是我們的目的 譬如我們在2002年開始搞第一間 就是三行公司 做維修等 經過蝕了四年 連續蝕四年 第五年才可以自負盈規 明年一月踏入第八年 我們去年已經開始有營運 去年我們的營運賣是450萬左右 就有20萬左右的盈利 今年我估計我們一年 就可以超過500萬 哇 請了三十幾個工人 這三十幾個工人之中 有六成都是40歲以上的 還有六成到 距離找工時都說自己是失業 想找工作 所以你看到我們大概請了六成的 四十歲的大概六成的失業人士 社企除了可以提供就業之外 還有甚麼 對於社會還有甚麼好處 其實不一定要講就業 我們參考過一些外國經驗 有些人可能是為環保 可能是為文化 譬如說環保意思是甚麼 譬如可以支持你做 推動一些環保的工作 是沒有商人肯做的 譬如說我要處理那些廚餘 即是吃完飯後扔他們送給他們 現在是賺不到錢 因為你收回來需要很多人手 即是如果你作為一間公司 如果我看不到有得賺 賺不到錢就不做 我就不做 用很多人手的我又不做 香港是官利主義 所以你用社企做 社企我看過台灣的經驗 但他跟一些私人 他不是社企 他跟發展商合作是甚麼 他是第一 我給你建一間廠 那間廠的三年免費地價 幫你十年建了廠房 但工作技術 機器就由投資商人 即是社企的老闆 他不是社企 他是賺錢的 做完之後 那三年就收利一半的租金 在第九年之後才收市值 他用這些政策的方式去推動 如果將來政府 由社企做這些 譬如做生意的人不肯做 我們會交給社企做 那我們特區政府 在社企方面 又有甚麼支援呢 現在只是民政局下面 負責管理一個 一億五千萬的 叫做夥伴昌志強的基金 很少 就可以給別人申請 他現在可以最高 最高給你三年三百萬 今年一一年就會是最有年 做完這年應該是 但是受惠的人真的很少 這個計劃 當年周應新都不斷評擊 就說因為商界要太主導 這個計劃 變得有很多他願意做不到 不是 這個不是 他講關外基金 而這個基金在這樣批錢 其實對我來說 我們特別是參考外國的經驗 社企資能夠繼續存在和發展 不是靠第一筆錢 是最後他成立之後 那間公司有沒有生意 有生意他可以繼續存在 沒有生意那間存在都不行 問題就是如果我們香港 只是給了我的理解 因為大約有250間政府資助 通常平均來說 你給130萬做兩年 那兩年成立 成立就成立 成立就成立 成立 那外國就是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協助他們 譬如說他們是可以 好像我以前在這個節目 都舉過例 譬如說西班牙 西班牙有一個方法 就是他給一個盲人總會 就是一個買馬標 給了馬標牌 另外三個馬標牌 就是拿出去市面投票給市場 但是那個盲人總會拿著這個馬標 就請了7千個盲人 就在全國各地買馬標 就是一年他的營業額是2億2千3百萬歐羅 然後賺了這些錢之後 他又再自己開其他公司 現在那個盲人總會自己下 下落有14間的社會企業 譬如說另外一個地方 譬如說那個英國那個二手傢司的公司 他一年的營業額是一千萬英鎊 現在有五間的公司 我們去參觀他利物浦的做法 利物浦的市議會 就是將一些投標的規矩寫到 差不多沒有什麼錢賺的 寫記才有興趣 所以拿出去投就寫記 就投了 就好像我們這樣 就要請了四五十歲的工人來幫忙做事 他就請了這個 利物浦的市議會 所有的傢司 爛了什麼 全部由他們做維修 就算我要換傢司 換一些新的都是由他們負責幫他買 於是他就有了這宗生意 本身這宗生意 本身已經可以請了很多人 政府有這樣的策略和政策 很有支援 例如我政府的工程要批 就是率先批給社企 我不用多 我五年前問過房屋署 如果房屋署 拿十個百分之一成的小型工程 扔出來給社企 三方做 都幫到很多人 大市場和小政府 他全部都拘捕出來給人投標 拘捕出來給人投標 有個問題 其實你的投標方式 又是影響了 究竟是幫助商界 幫助市民 據個例子 我房屋署是有屋邨 譬如我這條村是十座樓的 我只能夠一間公司去迫 而且我這條村是分開兩個合約 五座樓一個 有兩個不同的清潔公司去做 或者我這十座樓分開十個不同的合約 每個合約做一座 又不同 換句話 如果你那個村的清潔工程 工作是越大的話 你越是大公司才是一座 屋邨越小 小公司都可以做 小公司都可以做 這個跟剛才買地一樣 所以你拘捕幾多面積 幾多尺寸的工程出來 給人去投 你都會影響我們社企 所以我當時曾經建議政府 會不會這樣 你將五成的合約 拿出市場 三成的合約 就說明是給中小企 兩成的合約是給社企 那這樣會不會影響到私人企 企業的生意壓力 你以為是政府 政府是公家錢 為何我一定要給商界 對 對 我不是叫你不給 你一定要給商界賺錢 為何不可以分好些 分好 你都是塊豬肉 分好些可以嗎 對 為何全部都給商界賺 即是有生意就不會沒有人做 社企是做比較難 比較難賺錢的生意 即社企一開始生不生存到 其實都要好看政府的支援 你有沒有支援有沒有政策配合 但基哥你覺得政府現在可以在政策上 怎樣支援到社企呢 可以做多些甚麼呢 可以 我會覺得第一就是將社企立了法 即是可以正式註冊 現在沒有社企註冊 現在沒有社企註冊 現在是註冊有限公司 現在只不過是政府 付一半槍設人規定 你要88註冊 即福利機構慈善機構註冊 你才可以來申請 你申請到付一半槍設人的一筆錢 我會當你是社企 於是就變成 只是慈善機構那些 主要慈善機構來申請 當然你問我 做生意最差的不是慈善機構 我不是想賭慈善機構 不過我自己也不是做生意 但譬如英國來講 一注冊之後 有定義了甚麼叫社企 總之你那間公司成立 按照我社企的規定 去成立你那間公司 你甚麼人都可以來申請 甚麼人都可以做 那香港很落後 坦白說 又說要推社企 怎知道社企的註冊都還沒有 那人家的做法 變成慈善機構可以申請 商界可以自己組織來申請 甚至我們三個是很有興趣做 我們三個合作 又可以申請做一間社企公司 然後我這間社企公司 自己想辦法去做你的生意 那你那幾間社企 是否現在都是慈善機構 我們沒有公司是慈善機構 沒有公司就是 我們每承諾一間社企 那間社企本身是自己的公司主策 大約8%以上我們沒有公司控股 政府有社企法可以開放 人人都可以競爭參與做社企 就不會傳說 你開放了這批市場 就扼殺了私人企 因為如果你開放了法例 你私人都可以來做社企 你私人做社企 你都不可以賺錢 問題在於說 你現在只是慈善機構做 因為我的理解 慈善機構大部分都是做慈善的 做好心的 他就不是做生意的 做生意的 有些人專門做生意 他的專業就是 如何想辦法賺錢 如何想辦法去開拓市場 即社企一定不可以賺錢 不可以賺到錢 不可以賺到錢 代入自己的袋 即是錢就要再用回去 在你自己公司再發展 即是慈善工作 請多些人 我這樣也好 如果有些是賺不到錢的項目 不是給社企做的項目 不是賺不到錢的項目 我再講一次 賺不到以後 社企都不會幫你做 哪個事 即是沒有人願意做 你賺到的錢 不可以賺到個人董事的袋裏 你只可以為這間公司 譬如我講你三項 我做維修的 我便去逼一些維修公營回來 於是我請了一些工人 那些工人就拿著工作去做 然後就給人工的工人 但譬如年底 賺了10萬 那10萬給誰 沒有人帶到那袋 那下一年 你便再請多些工人 再投資多些去做多些工程 基哥我又知道你搞了好幾間社企 不如跟我們的觀眾又介紹一下 還有又講一下 到底你搞了這麼多年社企 又有些什麼經驗 什麼心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可以 我就搞過四間的 2002年就開了一間三行公司 主要是請了一些失業的三行工人 開始賺錢 去年就開始賺錢 今年我們估計大概有五百萬 可能有二十多萬的盈利 請了三十多個三行工人 中年人士 六成以上 四十歲以上 那些長工 那些組長 甚至是退休的 即近六十歲左右的三行工人 第二間就是清潔公司 清潔公司包括做二手店 就是兩年前開始 清潔公司就是去年開始 現在大概有兩度加起來 即二手店加起來清潔 大概有五百萬的盈利額 但是還有赤子 還有赤子 我們要到六百多萬才可以接盈規 因為清潔的合約 利潤是很薄的 如果你是私人公司大概3%至5%的利潤 如果你是政府的 就大概5%至10%的利潤 我們所謂經理 財務等等 中央的開支 連租金那些 大概是六萬多元 即是說我每個月 要有六十萬 起碼六十萬的生意 我才做到自負盈規 現在大概是四十萬的生意 基哥我突然之間想插一條問題 即是你自己現在又做生意 即是社企的生意 那你會不會開始體諒到 那些中小企業主 他平時經營的服務方 即是很多中小企都 即是這個可能差了的話題 就說最低工資立法之後 那個成本上升壓力 會令到他們負擔不了 可能要結業或倒閉 那你現在正在做社企 做清潔 那你會不會在這方面 有更加深的感受呢 會不會呢 這個是有困難 不過我們之所以做未自負盈規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我們給人工相對其他高 是 給市場的人工 對一個八個小時的清潔工人 是四千七四千八 是 那麼政府 如果我們投政府的標 政府要我們給是五千三的 我們給了五千五 即是比政府最低要求高一點 我們大概已經去到二十七元多些 一個月一個小時 即是現在二十八元 相對地你將來你規定了二十八元 我們可能競爭力更強 因為原本那些是給了二十二元 你都要給二十八 我二十七給二十八 所以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又會覺得 到時真的這樣的話 你如果是政府的工程 政府應該要立刻補回那個餐額給人 即是當時你的標金 標書要這樣才做這個清潔合約 將來你要二十八元的餐額給人 第三就是你一定是將來那些標金 一定是貴了 成本問題也不單止工資 你租金、物料等 工資真的佔一小部分 所以有時有些工人就說 我很怕有最多工時、最低工資 這樣就會令到老闆賺少了 變相我們可能會失業、炒我們 其實有時候都不明白 工人有時候有些苦況是因為 被大老闆去剝削你 而不是因為你立了最低工資法 你失業 不過我們不如轉一下問題好嗎 好 接班問題好嗎 12月你們文協 就改選了 好像聖傳、廖城里、譚國喬都會推下來 然後基哥又再上 然後又說 因為你文協的政綱是二十五年前定 如果你要再商議一下 訂立新的政綱與時便 好像說本來都很左 好像說要靠右一點 好像馬草黎說 要將聖民連向右走 你文協是否又要向右走 但我剛才聽機哥這麼說 他都仍然很左 他都說要談 和你合身 有沒有這回事 因為我看信報 第一 我覺得未到選舉 大家都不知是誰選出來 當然 你問我到現在很清楚 我一定不玩 我不選 我覺得沒有多少個 第一 第二 就是說 到時我們民協的政府主席 都是一人一票選 所以到時 除非我現在可以控制到誰做 因為你基本上 你都不知道到時誰當選 所以我會覺得 沒有說明 一定要哪些人做 哪些人不做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說我們在2007年 已經做了一個內部的 升遷的改革 改革就是說 我們要確保一些較年輕的民協成員 都可以一定當選 做一些教委 我叫做組織架構成員 較為高的職位 譬如說 我們一定是 透過一些機制 40歲以下的會員 他一定可以選 互選的人 入中常委 還有我們有兩個副主席 一定有一個副主席的位 一定是比40歲以下 原來黨內年輕化是你們民協創才好 變成他一戶選之下 一定有一個人當副主席 是 加嫻上次是用這個新制度選出來的 因為我們有一個青年民協 青年民協那幾個頭都是 都是中常委 都是中常委 但有沒有向右宜這件事 是否叫向右宜 這就是報紙形容我們 不過我們說 我們說 二十多年前 我們寫的文業政綱 當我們那一年 香港代二十多三十歲的時候 滿康而絕 大家知道 比較 要公平平等 這樣的價值觀和角度去看 當時 人們形容這些 叫做社會主義的看法 甚至是有計劃經濟 第三種情況就是 很多時候 當年代 就說 如果事情不妥不妥 我們用錢去處理貧富的差距 例如 你窮的拿中援 你沒有工作的拿西而援助金 你退休的拿退休金 你很有錢的很窮的 你要透過稅制去處理條設 即更加高的累進去階梯 但現在我們覺得 會不會 這類的經濟運作體制 在90年代已經崩到不得力 在我們世界上 共產國家崩得很厲害 所以 會不會自由市場是怎樣 但你看到 過了二千年代 兩個風暴 又可以證明 自由市場一樣是崩 即是兩種經濟體制 實踐的國家 都是不行的 最後要怎樣才行 第一我又不會否定 所有自由市場都是壞 所有計劃經濟都是壞 可能不同的問題 不同的情況 你都要它存在 我們於是會不會 將它夾了呢 夾了它才說 這個是自由市場 這個是計劃經濟 將它夾了之後 就變成 有些東西 譬如上面那一部分 就是自由市場 純市場運作 下面那一部分 純計劃經濟運作 中間那一部分 可以是混合 混合 混合即是說 它本身自己 好像剛才寫了幾多混合 即是它本身 有社會目標 但是我需要市場的運作模式 去賺錢 令它繼續持續去 譬如以往我們說 工人失業就是拿錢 現在我們說 不是 工人失業 政府有責任製造工種 讓它進入勞工市場 在市場裏面自己賺到錢 根本不用你民政府拿錢 即是你反正都要被縱援 那你不如開創更加多的職位 請回那些本來失業的人士 那就更好 即是縱援那方面 折散了 我想它多的成本會不會多很多 另外那群失業人士 賺到工作經驗 是有利它將來 走回到勞動市場 他本身是勞動市場 我有這個說法跟你說法不同 我不是因為 反正他給錢 他不然做這件事 我不是這個意思 其實我要建立另一個經濟體制 這個經濟體制就是 我有一個工作的目標 但我用市場運作的模式 是出了一個系統出來 我這個工人入了我這間公司 他都是用他努力賺錢的 你不明白的話 到時經濟好一點 他就出回去 他可以選擇出去 或者不出去 但我仍然是一個 譬如說我們這間公司 我一樣給他人工 我一樣要競爭 你拔走我 我一樣要拔回工人 到時的情況之下 我不是一個是施捨 亦都不是故意做些什麼 我跟其他經濟公司一樣的做法 換句話 但這些模式是一個 不用公司賺到錢 代入個人袋 這個經濟運作模式 可以出現另一個經濟體系出來 而這個經濟體系 和純賺錢 純賺錢 那個經濟體系 我希望是一個配合 互相存在的體系 但既然基哥 你又說社企 我們又說社企 既然社企都賺不到錢 你有什麼原因吸引人 去溫一個社企 他個人賺不到錢 不是那間公司賺不到錢 公司就是 我三個月都賺錢 例如去年賺十幾萬 今年估計賺二十幾萬 你們賺到錢 不過我不代入董事會 董事的袋 董事也代不到 他為什麼要跟你搞社企 純粹發自內心 現在不只是香港有 你看歐洲、美國 很多這樣的公司出現了 西班牙的社企 請了25%的工人 社企所製造的財富 是7%GDP 所以西班牙來說 已經是一個相當運作 有健全運作的體系模式 為什麼人們有興趣做這件事 你看到社會運作 總有這些熱心的事 如果大家的財富高了 對社會消費又多了 對私人企業也有好處 不過我想問基哥問題 民協好像有時留不到人 好像官世良 退事件 民協也是留不到人 我不是留他 我解僱他 為什麼解僱他 因為去年已經是 一年多以來 做不到 我們民協每一個人 想代表民協參選 他都要簽署一個承諾書 他要答應民協做 1、2、3、6、7、8 他整年都達不到我們的目標 於是我們跟他說 你不行了 我們不可以 你不處理到這個問題 我們不可以 繼續找你做會員 做黨員 他都沒有改善到 於是我們去年 已經通知他 我們要踢你出黨 如果幾多日內 你們可以上訴 不是他在網上說 你們民協逼害他 不是 我怎樣逼害他 那些合約他自己簽 不是他要搜 那個人也要搜 沒有這回事 他最好是怎樣逼害他 如果你說他欠人錢 他不還錢 或者被人追逐 經過法庭審 過法庭判 都未判他 他自己認罪 自己是偷村傑董底 他不是說你迫害他 不過他說民協武 人情美 是不是我們繼續要包庇 因為他是民業成員 所以他穿葵董底 也不用出聲 就算犯了法 都應該不用罪 應該承證於法 因為法官也說你犯了法 即是他真的穿葵董底 他自己認罪 如果認罪了不是罪 法官也不會判左監 即是因為借錢還不到才要穿葵葵 如果你純粹借錢 你不會坐牢格 即是還不到錢又穿葵葵 但民協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不要他 民協是因為我們 工作表演 當你選議員的時候 你說明要做那八件事 例如你會見市民 你處理這些問題 那些問題 你們整年都沒有做到 但想不到一些人 做黨派去收他 真是慘 等到黨派擔心 這一集節目差不多了 我們有機會再請基哥上來 好 基哥遲點阿華TV 分分鐘會有自己的節目 好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